各位英俊、潇洒、美丽、大方的小伙伴 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是经典服 好的,正式开始之前 提醒大家关注 坤姐直播 在虎牙直播平台 搜索房间号630-964 搜索房间号630-964 或者直接在虎牙搜索 张坤直播三国沙 好的,第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反贼 号称哼,百步穿扬 哎呦,毛叉的话 上来就相当于是被潮皮针对了 也应该去针对一下 对吧 苏大如果跳闪贼的话 基本上应该有可能是四个闪贼 围着主攻打的节奏 但是也没这么简单 是吧 老戏如果是忠诚的话 就可能就那啥 哎呦,小屁孩的话 是撑了一个酒一个闪 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样子 至少他救杀我不怕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一个难蛮的话有点糊啊 我只能说你有点糊 你是想把仙服打出来看老戏辅的谁吗 老戏 光明正大的辅了主攻 盼黑有一个宋威 然后有一个霸牌 盼红直接补两张 还是蛮屌的 还是蛮屌的 9 哼 百步穿洋 一刀球团 但是其实只要救起来的话 老戏先跟着蹭 对吧 先跟着蹭 然后再跟着掉 这样以来的话 就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大抽策 好了 这是黑就是宋威 红就是补两张 然后黑的话又是宋威 还八排 这样以来的话 如果说打不死的话 打得死 那肯定 那不论是打死主攻 或者是打死老戏 那肯定都接纳欢喜 但是打不死的话 就有可能要被反杀了 这里边的话 你要看到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中队 不中成吗 主攻吗 牌是很多的 但是他们这个时候 桃子可能不多 比如说有可能是所谓的 主动方看起来现在卖血 卖得很欢 有可能是所谓的外强中干 但是也有可能 人家如果说一旦能把反对打下来 那就有可能对反对来讲是致命性的 所以说这局主动方到底是外强中干呢 还是说实打实的让反对致命呢 咱们看剧情的发展 对吧 这如果说一打下去的话 来 行商 走起来 你有些时候你感觉反对要崩盘了 他再加一个行商 打没有可能是更加崩盘 这无限 也 也 也是不咋气了 对吧 来 行商 走起来 这 背负合心了 我们还有所谓的一刀 是吧 还有所谓的一刀就跟第一回合一样 这个肯定要卖了 不卖的话怎么加伤 solely 对不对 再来 然后老戏这会儿会 他没卖 他如果要卖的话 等一会儿就又是求他 他不一定求得起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 五老的伤害了啊 五老的伤害了 祖宗坊反杀我们这个事儿 已经翻篇了 不看到了 咱们五老的伤害 九菊花一刀成灯 挨个儿给我挡 九杀 两血 加伤害 三血 菊花 四血 Everbody 四血 使劲的形状 使劲的形状吧 一个团不够 抱歉 真的不够 这样一来的话 还是伤害占了上风啊 当然这一局也说明了 老戏还是 还真的还是强啊 他如果不是老戏的话 这一局 主攻就是直接就被吊打 对吧 但是有了老戏 差一点又吊打反贼了 然后又再说明 老袁 就是苏霸 还是不过时的 人家两个铁锁 直接就住我们 背背背背了 是吧 所以说有点刺激啊 有点刺激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会被刺激吗 我们不是自己当主攻了吗 还会被刺激吗 应该不会 为什么 这个匠面没有所谓的一刀 怕我们怎样怎样的呀 对吧 不拉得春 没贴的主攻 但是你主攻也不是太远 还是去搞了他 那搞就搞吧 对吧 该搞也 很紧了 爹 闪 闪 黎公 做王 不会助我的 那么就给不拉得春 签着乐 然后关注一下这个里 因为毕竟签了乐 里的话是一个红条 一个草花 正好一个改乐 一个改兵 但是没有去给他改 看来张笔还不是怪的很律吉 那左持的话 搞事前 搞事前 的话你就先砸一脚 不要紧 我有桃子 我不怕搞不死 妖怪 左池是妖怪 行吧 那争取咱们考虑一下 先发牌 然后骗九杀的 千讯是骗九杀的 诶 果然嘛 骗九杀的 你不要以为豹三娘就一定是反贼 骗你九杀的 他这个地方决斗的时候可以编五粮 编出杀就是编五粮 但他这个地方由于是娄神 所以说他也不能说把娄神 拿娄神的杀怎样怎样 你拿了他还有 所以说他拿了下后边 这要是一般人的话 编决斗编五粮是挺苦的 那这个是反冰了 一直在给反冰 一直在给别人发牌 小韩冰 非要把这个韩冰掉 好吧 那你就恭喜你 终于把这个所谓的马车韩冰掉了 张鼠的话是至少是我们之前说过了 不会太坏的 对吧 没给他改乐 铁锁连环 诶 诶 我们没跳板 我记得桃子一个米是吧 直接卖血拿桃 对 卖血拿桃 他想把娄神翻死 因为不翻死的话 八张牌就算是垃圾也剩的话 那就争取把他翻死 那你说怎么不翻布拉德村 这样吧 你把布拉德村当成个屌尸不就行了吗 嗯 还真是屌尸 我说他啊 人家张鼠给他改了他 他还跑来送威啊 我也是注意了 这送威是左翅发动的啊 屌尸 那这个遗迹啊 我们之前说可能左翅这也就会撑腰的 张鼠的话不知道为什么 那人家卡 行吧 先不管这些了 不管这些了 哪个说我腰勇无毛 哎呦 还给忠诚流头了发现了吗 流伞是防寒冰的啊 行吧 先这样吧 该流流吧 当然也有可能是给暴山娘流的 比如说你们想变身啊 什么之类的 对吧 春哥面前他收不了米 但是过了春哥 希望张鼠能找一波状态啊 要不然的话这这这这太亏了 太亏了 完了死了 来不了你收回米 所以说这局春哥发挥了 他要不是春哥的话 春哥当时搞他的当场就收米 是吧 所以说布拉德春还是 哎 牛逼 还是小牛逼 那我们这个牌挺虎的啊 行伤了一个决斗 存了一个蓝蛮 争取之前说了 把楼神翻死 完了 没行伤到 可以的呀 居然没行伤到啊 居然没行伤到楼神 好调皮啊 那楼神要爆发了吗 双神配置发现了吗 反贼的双神配啊 再加一个进腰的佐词 下后渊的话可能相对屌丝一点 然后这一个乐 我去我这两难以决斗 这这这这这 神术很好 哈哈哈哈 五老神术啊 他过分的觉得孙全强 然后过分的觉得潮皮百满 哪里我要让你见识我们的厉害啊 当然这个五谷的蓝蛮是明的 这个蓝蛮是我们的 杀手剪出来了 变身 除了打残反征以外 更重要的变身 下后渊啊 他五谷拿了一个乐 但他我们之前说过了 他五老的认为孙全的牌必须得下 所以去神术了孙全 神术了孙全 然后五老的认为潮皮回合了白板 所以没乐我们 给我们机会了啊 让我们变身了 那变身以后呢 瞬间就是高富帅了 瞬间就是高富帅了 你还是吧 打死一个反对就六张牌 那五老的闹呢 来六牌走起来 不是行伤走起来啊 没有行伤了啊 没有行伤了 你这个铁锁你是干啥啊 你是不是觉得 哎我去 那来年度以后 那就没有排序了 就来年度以后就是 就是世界就安静了 世界就安静了 是吧 理论上孙全的内奸 但是保留暴三娘 可能当内的可能 然后我们不管 先都打到一起 把那个刀给他拿了呀 你还给他留个刀干啥 害怕孙全挂个沈嘉仪 行吧 无所谓了 你们反正就是内奸打死忠诚 然后主攻直接反杀 是吧 也算是对得起内奸前妻为我们做的贡献了 对吧 此联盟一配 我去获得真男先锋 啥意思知道吗 知道啥意思 之前没有这个战功 你这一局才打出这个战功 那又说MVP的画面写的是官署 胜利结算画面也写的是官署 那不知道胜利统计的话 这一局是算曹批胜利一局 还是算官署胜利一局 当然这个不重要 我又不是做 我又不是做胜利统计的 对吧 但是至少你看 你假设 我们假设 他本身没有官署这个武将 他是可以获得这个战功的 你发现了吗 他把官署的战功打出来了 看来这一次变身不亏 那那一个桃值钱 当然那两个蓝蛮也值钱 你没有两个蓝蛮的话 也变不了身 对吧 好了那上一局 可以说主持续充分的爽了 又体验了豪将 又拿了称号 又拿了MVP 又怎样怎样 充分的爽 那这一局的话 我们能爽吗 那个大改凡一波带 是吧 守备 哪里搞 小宫的话是偷偷摸摸的对真姬 进行了一波 是吧 闲出手呀 什么之类的 可能觉得真姬长得比较美 然后牛背被乐 蔡文姬挂装备过 哎呀 各种 福星高照 各种不开呀 是吧 气氛一度比较压抑 这个时候从无限 开始打起了这个 所谓的节奏 把它打出来了 变成绩 变成绩 又有格法 俗人 安得其法 真姬的话 八二位啊 上来就成这样了 这也是当的倒霉了 小顺手 顺沈嘉宜 行嘛 沈嘉宜倒是个好东东 但是至少说明他没没顺无限 对吧 他有马术是可以顺无限的 但是我们不管 我们也不久杀你 行嘛 那就乐牛背是肯定的 真姬你只要没有过穿 我论牛背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好了 真姬强行拿了个桃 还想保留点人权 是吧 之前也太惨了 太惨了 冰原是坏的 但是楼神的话 不是太怕金牌 但是贝格也不是锁定判草获 对吧 先不管了 坏的就是坏的 坏的你就要挨揍 对吧 哇 蔡文姬挂阵装备太合心了 这女人要把他提火下去了 要么至少要压状态 对吧 纯一递牌太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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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烧吧 在血河的深渊里 真的能助你大祸全身吗 你可能能把无限一时半会状态压下去 对吧 但是真的能助你大祸全身 不见得吧 是不是 不见得 不见得 可以考虑解凡了 有九杀有铁锁有火工 对解凡啊 一定要解凡 看一下 底库给我尿出来 一张废牌 对真机来讲 是一张废牌 对吧 连黑头都不是 连黑头都不是 连基本牌都不是 蓝蓝蓝蓝蓝都防不了 一个负一马 赤兔 一个小赤兔 一个小赤兔 死而复生 剑剑齐发 你不考虑先攻击一下吗 这个有可能打死蔡文姬的 这个万念 可以考虑先攻击一下 当然 他也不让 你输也挺好的 守卑 拿你狗 九 他觉得真机是个废人啊 不值得挨这个九杀 也不值得挨这个攻击的过山 刘备才是大头 当然这个人脸狗就顺带了 就顺带了 那边有可能要救的 对吧 刘备不救刘备不代表不救真机 但是真机被冰了 所以说 我们就没把他当回事 但你要小心 他落神落黑头 你也没办法 他落神落黑派 你也没办法 但如果落神 那个大姨妈的话 那他就彻底的废了 还是所谓的废派在手 对吧 我希望发点杀过来也行 才不一定要发逃过来 对吧 四象 神八卦 但是八卦不叛虎 你也奈何不了啊 八卦不叛虎 你也奈何不了啊 他无限存不住牌了 所以无限能打出去就不亏了 看我们还有一波吗 至少踏着真机 也是可以爽一波的啊 十五一剑 这个地方 你其实没有必要先攻击啊 你先收真机 对不对 你来什么牌都不知道 你怎么要先攻击了呢 那如果非要先攻击 也是八卦 对吧 但你现在不是八卦 你先攻击干什么 是吧 有点浪费了啊 不是说浪费了 就是说 你得先看 收他来什么牌 此年蒙一配 不属休矣 我们没断肠的话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作用的吧 八卦的装备 看我们能带那个所谓的 以事无争 来不到那就是平坎 是吧 能来装备破这些房 数战数语 使得一个银王盾 还卡半天 没啥意思 那四倍数吧 哎呦我去 都不用我们去解决了啊 人群突击 人群无限断肠了 居然还有这个贡献啊 那就平坎平消了啊 就这样 行吧 也不用说慢慢的去折磨他 直接开四倍数 数战数决 但是在这样八卦 结束之前还得提起一个问题哦 对 有一个问题还别忘了啊 那就是 关注昆姐直播 在虎牙直播平台搜索房间号630964或者直接在虎牙搜索张坤直播三国厂 好的 谢谢 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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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